Laswell跟Learner兩個人寫了一本書叫政策科學 也就是這兩本書 這本書開啟了整個公共政策的爛傷 我們公共政策換言之 公共政策這個科目的起源 就是由Laswell跟Learner兩個人 在1951年寫的這本書 然後開啟了對於這個科目的爛傷 也就是開啟了對於這個科目的研究 那我們說他雖然是行政學的旁之體系之一 我們雖然固然可以這樣講 不過整個公共政策的發展 如果你仔細再去研讀這個科目的時候 你會發現整個公共政策的發展 其實跟行政學還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為什麼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個你大概稍微要了解一下 也就是說因為早期的這些公共政策學者 我們可以這樣說 早期的公共政策學者 其實他們都怎麼樣 我們說他們都是來自於這種各個領域 並不是只有像我們傳統行政學 或什麼政治學的學者一樣 他都是什麼政治相關科系 或公共行政相關科系 政府相關科系的這種畢業的學者 不是 他可能來自於比如說財政學的學者 他可能比如說來自於經濟學的學者 如果你一個政府要制定政策 他可能會牽涉到政府的經費充不充足 那我政府經費是否充足這件事情 就會牽涉到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能會有財政學的學者 你可能會有這個經濟學的學者 那我可能要衡量 比如說我今天政府他在整個 這個所謂的經濟的發展上面 我的施行的這項公共政策 例如像經濟政策 那這個經濟政策是不是對於政府的經濟成長 是有幫助的 這個也是我們所要去思考的部分 所以他有可能會牽涉到經濟 也有可能會牽涉到財政 我們剛剛所說的 那他可能也會牽涉到傳統的這些政治 就如同我們所講的 那可能也牽涉到對於傳統的這種政治上的一個素養 等等或傳統的公共行政 所以早期的公共政策學 有可能也來自於除了我們剛剛講財政經濟 或者是這個政治行政之外 他可能也來自於 比如說像是這個 所謂的比如說統計學的學者 因為有時候公共政策 如果你要做一些量化的分析 你可能要一些統計回歸的濟養方法 那這些都是早期公共學者他的出身 公共政策 這些學者他們的出身背景 那也就是他並不是只有來自於政治或行政 所以公共政策為什麼他發展體系 他雖然是行政學的旁枝 可是你有時候你在看公共政策的這個科目內容的時候 或你在研讀這個科目的內容 你也會發現他好像某一個程度來講 會有一些好像跟行政學不同的脈絡 因為他有他獨特的一些名詞 或獨特的一些觀念體系 比如我舉例來講 像政策利害關係人這種名詞 他在行政學裡面就不是就沒有出現 他就單獨只有在公共政策章節的時候 才會講到政策利害關係人 這種就是我們所講的他有他的獨特性存在 這也是你必須要理解的 那我們要進入到這個本文之前 也是有一些觀念要先跟大家講 我們說我們的公共政策發展 基本上有所謂的 早期有所謂的系統論 我應該這樣講 大概有幾種理論的發展 比如說早期有系統論 然後所謂的階段論 以及我們說近代還有所謂的反階段論的概念 還有反階段論的概念 那什麼叫系統論 那這就你政治學念過了 大衛伊斯頓 Davidson Davidson的系統論裡面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個公共政策的發展 他用那個政治學的那個 講那個所謂行為主義的系統論 來探討公共政策的發展 探討公共政策的發展 他的系統論裡面當然一樣 就如同你在政治學裡面看到 他把這個系統叫做黑箱 那每天有這個輸入跟輸出 這個輸入我們一般說 他就是一個壓力 就是壓力嘛 你每天都有這個輸入 這個外面的利害關係人 比如說像是我們所講的 你在政治學裡面 如果念到大衛伊斯頓的系統論就知道 例如我們所說的這些所謂的民意代表 國會議員 民眾 或有利益團體 因為有這個我們講的利益團體 國會議員 民意代表民眾利益團體等等 這些人我們一般都俗稱 把它叫做所謂的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 那什麼叫利害關係 我們應該這樣講 所謂的利害關係人這個概念 應該就是在指公共政策相關當中的 我們應該這樣說 他是犯指公共政策相關裡面的 也就是說在整個公共政策發展過程當中 他的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就是指 應該這樣說 他指公共政策裡面相關的這些人 這個我們就把它稱為 就有利害關係 如果你要在簡單來講 就是指公共政策當中有利害關係的 這些人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利害關係人 我們可以這樣講 OK 所以如果簡單講 如果我們剛剛所說的 什麼叫利害關係人 你就告訴他就是這個公共政策的行程 或者整個公共政策的發展執行當中 跟這個公共政策本身有利害關係的人 我們就稱呼他叫做利害關係人 我們就稱呼他 那包含像有時候政策裡面 可能跟這個國會議員民意代表有關 然後你可能也跟什麼有關 跟民眾有關 你可能也跟利益團體有關 那這些我們都不外乎把它稱作叫利害關係人 那進來的這個所謂的黑箱裡面 我們講他會有黑箱啊 按照這種所謂的論述方法裡面 大衛士頓的系統論裡面 他的系統論裡面有黑箱 這個黑箱裡面會進行一些轉化的工作 那為什麼叫黑箱 這個你在政治學裡面大家都知道 他指的就是一個不透明的狀況 也就是說政府有時候他在泛指說 當我政府有時候在制定這個公共政策的時候 他可能是一個不透明的狀況 他可能是一個比較我們所講的 這種好像資訊不透明 或者是說整個過程公共政策的一個執行過程 或制定過程他的資訊不透明 這個我們就把它稱為叫轉化的概念 所以我外在有無數的壓力來支持 每一天都有不斷的壓力進到我的系統裡面來 結果又進到黑箱 這些壓力支持都是誰 源自於誰 源自於利害關係人 這些利害關係人 我們就稱他叫做民意代表民眾啊 或者是利益團體啊等等之類的 那他們會怎麼樣一直施加壓力 包含這些民意代表民眾利益團體 他們會不斷的施加壓力 那施加壓力到了這個黑箱裡面來之後 那黑箱他會轉化 轉化之後他會變成輸出嘛 所以每天的這個輸入就是我們講支持壓力 或者是要輸入 那這樣整個把它寫清楚一點 我們稱其為這個輸入壓力 外在的這些每一天你用很多的輸入壓支持壓力 這個都支持的概念嘛 這些輸入壓力比如說來自於利害關係人的 來自於利害關係人包含這些民意代表民眾利益團體 或者甚至像行政首長也是 我們沒有寫那個 你當然包含像行政首長這個也都是 那他們每天都會來自於外部來施加壓力啊 施加壓力 那施加壓力就是民意代表民眾行政首長利益團體 都是所謂的利害關係人 那他們會怎麼樣 他們會透過這些所謂的輸入壓力支持的方式 然後把壓力輸到這個每天 比如說我們對於某項價值偏好我們有這個 有興趣 那這些利害關係人 他們就會把這些價值偏好的壓力 輸入到系統裡面來 那進到系統裡面 因為整個過程的資訊是不公開透明的 那因為過程資訊是不公開透明 我們就稱其為叫黑箱 我們就稱其為叫黑箱 就代表說整個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當中 或整個公共政策的討論過程當中 它是呈現一種資訊不透明的狀態 那等到這個進到黑箱 資訊不透明的黑箱轉化之後 它就會變成輸出成為實質的政策 所以好實際作為 這個實質的作為我們就當然把它稱為叫政策 這個實質作為我們當然就把它稱為叫政策的概念 那當然這個公共政策它會怎麼樣 它會反饋 就是說我今天在制定的實質的作為之後 因為輸出產生實質作為 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它會有反饋 比如說我在執行過程當中 過了某一段時間我政府當然會來評估 你說政府會評估什麼東西 政府會來評估我某一項政策在施行上 某一項政策在施行上到底是否能夠怎麼樣 滿足這些厲害關係人的需求 我們當初在這項政策的設定上 在這項政策的這個所謂的 這項政策的設定或這項政策的制定過程當中 我們是否能夠滿足相關厲害關係人的需求 或者我政策執行的成果怎麼樣 這個都是要透過反饋效果 透過反饋效果我們才能夠去得知的 這個就是整個系統論它的一個發展 我們說這個大概是整個系統的發展 不過以現行的說它其實就是那個 你在政治學裡面念到大衛伊斯頓的那個系統論 它也把它整套搬到公共政策裡面來 就早期我們其實也有學者用系統論的方式 想要來解釋整個公共政策的發展 那當然隨著時間的演進系統論這個概念 其實它相對而言是比較落伍的 就是我們講的隨著系統時間而言 系統論它的這個概念相對而言 它是比較落後或比較落伍的 所以我們現在一般在公共政策上 我們大部分就不用系統論來做一個解釋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在系統論上面 大部分而言其實基本上它就是 你就大概知道說它有一個這個概念 它是用來解釋公共政策早期的 不過我們講現在其實學界大部分一般來講 或者說我們一般這個運用上 我們在解釋公共政策上 不管是學界也好或運用上 我們倒是比較少用系統論這樣的概念 來解釋公共政策的一個發展 因為畢竟它在政治學裡面 我們都知道你那個行為主義時期 後來在後行為主義時期 因為政治學你的行為主義時期 不是強調這種所謂要科學實證 就跟行政學當中的邏輯實證論一樣 後來因為行為主義時期 因為我們政治學有分前期跟後期 後期的政治學有分四個階段 四個階段的第三個階段 就叫行為主義時期 而這個行為主義時期 我們說基本上而言它講述的是什麼 當時我們說社會科學家有一天 不知道神經被什麼去辦到 就是突然想到 他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這個所謂的社會科學 應該要跟這個自然科學來學習 為什麼要跟自然科學來學習 因為他認為說自然科學他們基本上強調實證的概念 而這種實證的概念比較能夠有客觀的一個 我們講數據的分析 那我們社會科學長久以來缺乏這種客觀實證的分析 這個當時候就是想法就是如此 所以才有行為主義的出現 行為主義的代表就是大衛士頓的系統論 我們整個政治學行為主義的發展的代表理論 就是大衛士頓的系統論 我們大概你念政治學就會知道 那當然因為後來被後行為主義的學者推翻 因為後行為主義也就是政治學後期的第四個階段 叫後行為主義時期 後行為主義時期的這個學 這個學者就認為說 沒有啊社會科學就社會科學啊 你幹嘛要去跟自然科學相比 人家自然科學講客觀實證 他又不見得適合我們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講的是價值觀啊 講的是諸子百家真名啊 也換言之他講的是什麼東西啊 他闡述的是這種諸子百家真名的狀態 那你應該就去強調這種所謂的百家真名就好啦 你幹嘛去去闡述或者是去相信說 我們要像自然科學一樣講實證講客觀 認為並不需要去講述這些東西 這就是我們大概在講的一個概念 大概能夠理解就好 所以我們說也就是因為那個 後行為主義時期講的這個所謂的理論啊 他就是要回歸到社會科學的本身 回歸到政治學的本身 所以後行為主義時期就跟行政學當中的 後邏輯實證論比較像 那所以行為主義就是行政學的 政治學的行為主義時期 其實講的就是行政學邏輯實證論 後行為主義時期就是行政學講的後邏輯實證論 你說後邏輯實證論是誰 你自己要念行政學的時候 你自己要去知道這個概念 後邏輯實證論就是1968年 挖斗提出的新公共行政 1968年挖斗提出的新公共行政 就是後邏輯實證論的代表 也就是我強調價值 因為政治學後來20世紀 他就回到進入到後行為主義時期 那我20世紀進入到後行為主義時期之後 那我強調什麼東西 我強調這種回歸到社會科學的本質 我回歸到社會科學本質 朱子百家真名講價值 社會科學它的本質就是要講價值並程 朱子百家真名 什麼樣的學說都可以並程 都可以被提出來 而不是只有單一的學說才能夠被重視 這個講就價值 講價值 所以後邏輯神論論後行為主義都在講價值 你要回歸到社會科學本質 所以新公共行政不是在告訴我們 國家的存在價值是什麼 政府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就是要實踐公共性實踐公共利益 我可以稍微提醒一下 你跟政治學或行政學有關的部分 那我們進入到了這個 所以我們說其實因為系統論 即便他在政治學裡面 他後來也逐漸被學者給揚棄 因為他說認為這種所謂的靜態的系統 你想要用來解釋這種複雜的國家活動 因為當初Davidson他寫這個系統論的時候 他是期望或者是希望 能夠透過這個系統論的模型 來解釋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過程 那後行為主義時期的學者 後行為主義時期的學者當然在批判這件事情 他說拜託一個國家的這個政治系統的發展 他是一個複雜的體系 他是一個動態而且複雜 富有變化性的體系 怎麼可能是你用這個靜態的模型 就能夠來加以解釋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政治學後來他在系統 系統論在政治學裡面也逐漸被邊緣化 就是被後面的學者 雖然他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但是他背後行為主義學者 其實多少就有一點洋氣的概念 那同樣在我們的公共政策裡面 早期也有很多人用這個來解釋 整個公共政策的發展 不過在近代 當然他就比較沒有那麼熱門 所以你就大概知道一下 何謂系統論 那當然我們說階段就是唐恩 現在即便是現今都還是主流 就是我們俗稱的威廉當這個人 後面我們就會一直講到他唐恩 因為他說公共政策的發展 應該不是按照系統的發展 我們應該是按照什麼東西的發展 按照整個階段的發展 就是他會有一個發展歷程 會有一個發展階段 什麼叫發展歷程 什麼叫發展階段 他說其實政府啊 他今天在制定公共政策 他會先有一個歷程 叫問題建構 政府今天在制定歷程 他會先有一個這個階段 叫問題建構的階段 也就是我先發現一個問題 何謂問題建構 簡單而言就是我先發現了一個問題 這個叫問題建構 我知道了一個問題 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我們稱它叫問題建構的概念 那問題建構之後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很簡單 你就要去做政策規劃的動作 相對而言我要規劃方案 你發現問題之後 行政機關政府他就必須要加以解決 你要解決人民的問題 這才是你政府存在的價值 那我怎麼解決 我就是要規劃一個政策 規劃政策規劃就是要規劃方案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解決這個政策 我要規劃方案出來 那規劃的方案之後 我們說過因為近代的民主政治 受到了這種所謂的三權分立的影響 所以行政機關 我們為了要避免行政機關的權力過度擴張 因為我們在 你在念行政學的時候你應該知道 為什麼我們在近代或政治學的時候 或行政學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一個觀念 也就是為什麼近代我們會強調三權分立 權力分立跟制衡 在政治學裡面講到的權力分立跟制衡 或者是三權分立的概念 其實某一個程度來講 他就在告訴你說 因為我們要避免這種行政權的過度擴張 行政權過度擴張 那你今天過度擴張之後 說實在的 你某一個程度而言 你某一個程度而言 你當然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侵犯到人民的權力 早期封建時代行政權無限擴張 國王 西方世界的國王 或東方世界的皇帝等等 他其實就是一種行政權的代表 那因為他在封建時期 基本上封建王朝 他統治者就是一切 他就是能夠來這個肆意忘回 所以他就能夠怎麼樣 他就能夠去任意的來侵害人民的權力 那我們進入到了民主時代之後 我們進入到了民主政治之後 我們就為了要避免這種情形再度發生 當然因為你進入民主時代之後 沒有封建王朝 沒有這些國王 沒有這些皇帝 沒有這些統治者的存在 所以我們就用國家來代表行政權 用行政權 用國家來代表行政權 那就我為了要避免國家過度侵害人民的權力 所以我必須要怎麼樣 我必須要透過這個立法權 盧梭孟德斯鳩 我們說盧梭孟德斯鳩 他們就去建構了這個所謂的權力分立跟制衡 建構了所謂的三權分立 也就是我用立法司法兩項權力來制衡行政權 來制衡行政權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政策合法 所以為什麼也換言之 在這種整個行政學 公共行政的發展過程當中 或整個公共政策的發展過程當中 你為什麼政府制定政策 你要需要這個立法機關的同意 也就是包含像你政府要制定預算 你每一年要編列預算行政機關 像我們的行政院 他每一年在前一年的年終左右 他就會開始編列預算 然後要準備送交立法機關來做審議 立法機關審議通過之後 對行政機關而言 這一筆預算他的執行上才會具有合法性 預算的執行才會具有合法性 這是我們所說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就跟你講 為什麼要送到這個 換言之在這種民主政治的運作下 整個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的發展 行政機關的泛指 包含我們講的公共管理 整個公共行政或整個公共政策的運作跟發展 泛指 這個行政機關的一切活動 你都是要受到立法機關的一個監督 或立法機關的一個我們講控制監督也好 這就是我們講政策合法案 那你只有送到立法機關去審議立法機關通過了之後 行政機關才有執行這一項政策的合法性 那接下來就會進入到我們講的政策執行